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 放我们出去 你们这些混蛋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小姐 就算你再记恨姑爷 你也不应该打她呀 姑爷虽然对不起小姐的地方 多了去了 也有一件事不假 她对你是真心的 你别听那个红玉胡说八道 苏西 如果连你都能骗过去 那就说明 云桃还有酒 什么 小姐 你是在用苦肉计 可你又是在针对谁呢 红玉 就是她这个杀千刀的狐狸精 就是她暗算了姑爷 可她中计了又怎么样呢 她的杀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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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少风抓她不已 却又放虎归神 显然埋藏着不可靠人的目的 我赌红玉 我赌红玉 对云堂尚存一点痴心 骨肉计让她把恨传意给我 她才会 不顾一切地搭救云桃 云桃 来 来 船沉了 云桃 不好 咱们两个离开这儿 快 小心了云桃 来 李少风 云桃 杜云桃 我们又见面了 我已经没有耐心再陪你玩守口如瓶了 李少风 你不要伤害她 你为了一个不爱你的女人 居然背叛我 真是愚蠢 李少风 我求求你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过云桃 放过她 没有看她自己 你 杜云桃 想不想看到同一晚一事两命 李少风 你尽管开架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我求你 做事像个男人 你 放过一晚和没出事的孩子 吧 我为了你 能赴桃刀伙 你居然 居然要救的 还是冬雨桃 玉达 你混蛋 冬雨桃 你混蛋 放开我 童雨腾 放开 童雨腾 我会让童雨婉带着满身的心 很快下来陪你 就和你的清平一模一样 如果清平在这儿 看着你满手鲜血 看着你满手鲜血 你觉得她会怎么样啊 清平那么纯净 像血一样白 你说 她还会爱你吗 不要 不要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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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轮到你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李少风 我发誓 我再也不背叛你了 我再也不会了 真的再也不会了 杜雨腾已经死了 你已经没有任何假设了 李少风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忘了吗 你忘了 我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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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少风 李少风 舅舅 清平 舅舅 清平 舅舅 清平你不能死 清平你不能死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清平的地方 你能不能活下 就看你的造化 你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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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收留我吧 红玉一定以死相报 你也算是从男人堆里混出来的 怎么会被黎绍峰整得这么惨呀 他太狠毒了 红玉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是他太狠毒了 还是你乱了方寸 爱上了杜允堂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杜允堂 从来没有过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你对他死心了 我才会相信你吗 是 红玉明白了 是 我还向太太您报丧 您的儿子 允堂 他已经死了 这是真的吗 当然 被黎绍峰开枪打扫 我亲眼看见允堂中了弹 掉进了水里面 你 你怀我儿子 你怀 你怀我儿子 你狼废物 过来 过来 你为什么怕他 二太太 你忘记这些年 这个老废物 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他多少次 在都家上下 讽刺你 连下人都不讽 大妈 该吃饭了 这么多年你这么照顾 现在你儿子没有人 就輪到我們照顧他了 餵他 快啊 可這飯都嗖了 二太太 你不殺殺她的威風 以後肚鑑誰怕你啊 餵呀 你要是不餵他 可以 那鴻羽 就只好讓下人 把這碗東西 餵進二太太 你的肚子裡了 好 大姬 你知吧 你要不知的話 咱們都沒有好下場 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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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骂我贱人 你作为大方 作为作福的欺压了我几十年 就连我父母病故 你也不许我回去探望 生完若患之后 你在我每天的鸡汤里 下了大量的红花和设香 是我从此以后不能够再生育 好 我今天就让你尝尝 被欺压的滋味 我等这一天 我足足等了二十几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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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都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都是被烟坏的女人 大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总听不懂啊 你记着 你记着 你也会有今天 你们都会有今天 都会有 四夕 四夕 怎么了 四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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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太太她跳龙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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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珈 再也没有等你爱你的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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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父亲 小姐 父亲 啊 小姐 你要挺住啊 啊 你要挺住 姐 小姐 给我封了这间密室 让彭玉丸 活活饿死在里面 你们这些混蛋 彭玉丸 小姐 你婆婆已经死了 顺便告诉你 彭玉丸 彭玉丸也死了 你就和你肚子里的孩子 等着到阴曹地府 和他们一家团圆吧 彭玉 小姐 彭玉丸 小姐 彭玉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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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囡囡 彭玉丸 囡囡 童玉碗 玉碗 玉碗 童玉碗 玉碗 大半夜的来度假干什么 出去 童玉碗在哪里 他就无论如何要叫他出去 等我就死 是周少爷们 周少爷 我们在里面 小姐快不行了 周少爷 快来救救我们 玉碗 坚持住 我马上救你出来 小姐 周少爷来了 周少爷来救我们来了 小姐你要挺住 周少爷来了 不要 周少爷 周少爷 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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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我是赵廷辰 我是廷辰 廷辰 玉碗 走 我带你去看医生 走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不走你会死的 我带着生 我不走 走 我不走 让我来 玉碗 你再坚持一下 你快去拿几块干净的布 干净 生了 生出来了 小姐 你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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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我怎么办 童玉碗 我警告你 这辈子你只能死在我之后 你要是死了 这辈子你欠我的 永远也还不上 玉碗 玉碗 你醒醒 小姐 对不起我 我 真的 还挺像 羽碗 果然是 你只能生死 你 不能走 我现在是妈妈了 苏西 把孩子给我 把孩子跑回来 你觉得 司堂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觉得云堂 他没有死 他一定还活着 廷臣 我额娘 用鲜血 终止了我的鲁莽 如今我也是妈妈 为了我的孩子 我愿意吸收医解 玉岸 你这么说的话 让我从此再没任何理由 为任何人惜命贪生了 廷臣 送我回娘家吧 好 我带你回家 回家 你走 快走 啊 我帮你下了 你把你帮给你的 我帮你返起 你帮你者 苏西 那我争议 是你们要把佟与婉 活活饿死在密室里的 今天 如果不是我们两个赶到的话 两条人命就没有了 你们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先过我这关 给这个孩子起名字了吗 定辰 放我下来 我现在做一个 期了 他叫杜思汤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就算云堂死了 他还有儿子 你要让这个孩子姓杜 那么你就得听我的话 你回娘家可以 不过这个孩子你得留下 我会让允薇把她抚养长大 我们母子们绝不分离 你是铁了心要离开杜家是吧 好 只要你们跨出了杜家大门一步 这个孩子以后就姓童不姓杜了 以后你们母子休想回杜家产了 我记得 就是在这个地方 父亲对你们讲 以后要和睦相处不再相争 只是他临走前最后的愿望 难道你们全都忘了吗 可可有 这几个岁点 是 不 是 你 已经这么一年击了 我 都不懂 但还很久 除了 这几个写下 是 一定会带着司徒 再回到杜家 一定 小姐 玉婉 玉婉 小姐流血了 快点送医院 走 医生 大夫 病人怎么样了 世界已经止住了 助兴调养一段时间 就会痊愈的 我能继续看看他吗 不得 他现在最需要休息 请不要打扰他 将军还在等着我们呢 战场上瞬息万变 将军需要你保护 该走了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呢 怎么 报了仇 空虚了 颓废了 想自暴自弃了 我看你啊 还是打哪儿来 回哪儿去吧 我们金屋 只养上海 最风光的美女 可不养劳病阿嫂 谁不想振作 可你看看 我现在不就是一句行尸走肉吗 哪里还有什么机会 过来 看见什么了 童斩 真的 陈寺 找 人 这晚 一日本 左右 或赵 如何 例如 真的 以前 搞定一个糟老头子 应该绰绰有余吧 老周啊 这些都是上好的翡翠玛瑙 在我们佟家 已经相传了上百年 你看 能不能再多给点钱哪 就这么多 爱要不要 老爷 太少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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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咱们是要脸别的人呢 可这简直是趁人之危啊 走吧 二位慢走啊 老爷 慢点 一会儿 这位小姐 你没事吧 我身子飘 眼前发黑 根本走不了了 这么严重 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吧 好 老爷 她 她不是杜家的红衣娘吗 她可是我们小姐的仇人哪 咱可不能帮她 童老爷 你 你可怜可怜我吗 如今杜家 家破人亡 我已经没有安身之地了 现在只求 你能看在和杜家 是亲家的面子上 收留我 大恩大德 我是不会忘的 这个 童老爷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童老爷 如果您能收留我 我给您做女儿 给您养老送中 玉婉 她不回家 我替她来照顾您 童老爷 您现在 是不是头疼得很厉害 是啊 这是老毛病啊 那就让红衣照顾您吧 老爷 老爷 万万不可 她一定 她一定没安好心的 童福啊 太太活着的时候也是信佛的 她要是知道我们见死不久 一定会生气 再说了 太太不在了 玉婉也不常回家 我也需要有个人帮我照顾家 收了她 让太太在天之灵安息吧 不是 老爷 用福 不要再说了 姑娘 我们走吧 谢谢父亲的救命之恩 不用谢 老爷 将军 夫人呢 夫人又去安堂了 夫人的肚子已经瞒不下去了 应该如何处置 去安堂 现在就备车吗 还等什么 等她把别人的孩子生起来 让所有人嘲笑我沈志佩后院起火 被女人戴着绿帽子吗 这下可遭报应了吧 怎么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你怎么来了 我来我姐夫家需要打报告吗 刚才我是实在听不下去了 才这么说的 其实这几个月 你也留在上海的 雪梅的孩子 怎么就不会是你的呢 你不知内情 别再长好 是 我是不懂内情 可是我觉得雪梅这个女人不错 她对姐姐挺好的 对你的花心也处处都 没有远言 不要听风是风 听语是语的怀疑她 是 如果她怀的是我沈志佩的孩子 也能第一个通知我 而不是鬼鬼祟祟的 躲在安堂里 雪梅 雪梅开门 是我啊 来了 出什么事了 沈志佩马上就要亲自来安堂 要不是我让云姑请出柳妍 缓了一下 她现在就已经杀过来了 这 她倾心了 是 她已经查到你境上来这里 现在只有唯一的办法 能保住我们的性命 快吃了她 我们没时间了 快呀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好 不 我不能这么做 她是我的孩子 我不能伤害她 雪梅 你应该知道沈志佩的性格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后果是什么 楠楠就为了这个小东西 要害死我们两个吗 她不是小东西 她每天在我的肚子里 轻轻地踢我 让我感觉到 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小生命 在奇妙地成长 少风 她是你唯一的血脉 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我怎么能丢掉她呢 我不能 嫁得了 男人 我穿难了 不能太可悦了 为了 以后的一切我会来处理 我不会让你 任人在割 姑姑 别哭了 望之很听话 望之给你擦眼泪 望之 我没事 望之 想不想妈咪 想 那我带你去找妈咪好不好 好 你要干什么 我要拿金夫人的孩子 给我们的孩子 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 好 金夫人 我想做点好事 我想成全望之 任祖归宗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沈志佩这回战事不顺 情感比较脆弱 我想她对亲情会很在意 父子相认的场面一定感人 为了父子相认 我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但是 望之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把你给杀了 你放心 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这位夫人 你没事吧 你又要搞什么鬼 我必须见你一面 我不是为了日本人 放开 我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他现在病得很厉害 而且失踪了 我要你帮我一起去找他 不然他的生命会有危险的 金夫人 为什么你老用这同一个招数来骗我 二十年前我可是当红武生 别来跟我拼眼睛 你可以把我的尊严践踏在脚底 可是 你不能践踏 望之的生命啊 望之 是 是的 孩子的名字叫望之 盼望之配 一生一世 我求你 让望之见见你吧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请求你 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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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吗 将军 夫人 我们找了整整一个晚上 都没有找到 你确定孩子在这儿吗 我确定他在这儿 他经常到这儿来玩的 孩子很调皮 常常走迷路 继续搜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是 将军 不可将军 孩子已经找到 就在那边 望之 望之 妈咪 妈咪 妈咪来了 妈咪 妈咪 我看看你 你没事吧 妈咪 想死妈咪了 想死妈咪了 妈咪 我想你 你 你为什么怕我 我为什么要怕你 你叫什么名字 今望之 将军 你抱抱望之吧 他等待这一刻 已经很久了 望之 快去吧 你 不要 我 好 你 好 我 别人 怎么 你 是 娘 你 大夫 孩子怎么样了 将军 这孩子是遗传性心脏病 可能是昨天晚上天气太冷 这孩子身体虚弱 得了感冒 从而引发心理衰竭 以目前的医学水平 我们已经无力回天了 实在是对不起 父 父 儿子 儿子 妄致 你怎么样 妳怎么样了 妄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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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我爸爸吗 啊 啊